这家住在郑州市二七区的刘大哥到底遇到了啥奇葩事 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而且跟打新冠疫苗有关 冒着大雨打完疫苗 这刘大哥回到家中 仔细看了看自己的疫苗接种凭证 这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越想越觉得蹊跷 为了搞清楚到底咋回事 刘大哥赶紧冒着大雨 再次来到疫苗接种点 难道自己打的是假疫苗 被吓坏的的刘大哥就赶紧到御事办APP上进行查询 自己打的这个新冠疫苗到底正不正规呢 刘大哥心里那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他二百公里 刘大哥说如果这个疫苗不代表了 或者说十项了 那主上我们体内的算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达县中医院来郑州打疫苗 这到底是咋回事 最后我们也来到了郑州市二七区橄榄社区 而且他有没有在疾控备案 我们不清楚 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社区联系 我们社区没有任何备案 昨天疾控已经把他们的设备什么都带走了 显长他们一个女的头 她是家里中医院的 她给我留了这个电话 先展开一个袋子 跨区域从甲县到郑州接种疫苗 甲县中医院不请自来 这到底是为了啥呢 那你都给他分配人物吗 这是下巴实现 没有一定要万不准人物 没办法了 跑到郑州来打大约算他们实现